我們三個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你們兩個而已 技巧非常差勁 但當中有一個明日之星 就是他 以你對人那麼好來說 每個人都喜歡你 即是以前 現在瘦了 最適合吃這個娛樂圈的衣行飯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大概是這裡 其實我覺得差一個腦袋 你不用擔心 介紹一下 讓你認識 裡面 今天真是很榮幸請到 公開界可以說是巨人物 我喜歡你這個巨人物 因為人物 他有一點在中間 對,巨肉 也很重要 Francis,你好 你好… 其實還有很多大活動 都是你選的 對 我拖賴 你覺得他今天的打扮如何 最簡單的東西 起碼不黏黏,不撞網 很刺激 怎麼這樣問呢 他本身做了一些明星 他走這條路 一會兒覺得不太順暢 他經常跟我們伸 對,沒錯 你覺得一個藝人這樣出來 怎麼可以幫到他… 怎麼可以改善呢 對 把身體給你看 甚麼… 站穩… 有哪方面的工作適合他 現在要多了解一下 好… 馬上去做 很厲害,這樣拒絕 很拒絕 首先第一點 觀眾就要學了 很拒絕,沒答案 沒答案 做公關來說 有否條件要符合 如何聘請人 有甚麼規定 每天我都收到很多資訊 很多人說要介紹 五江十色的一面 是有的 但這只不過是我們人生… 即是我們工作的5% 是 其實95%的 我們是… 我之前真的要做了很多事 有試過… 譬如藝人會罵 這是經常的 有些工作人員,人前人後 他們看到保姆已經立即有兩位樣子 一上車已經有兩位樣子 有很多人 那些不是,那些是好人 那些是好人 人前人是一個樣子 人前人是好人 不會立即整容 反而我覺得越大升 越大升,反而越無價值 對,譬如劉嘉賢姐姐 嘉賢姐是一個很友善 很親切,很舒服的人 你是否會接觸很多外國藝人 很多… 其實每一個都有不同的要求 譬如我印象中比較深 譬如Jude Law 譬如去到這些行業的星 其實作為公關 我們要處理他的目標 他的目標通常是比較複雜 比較尷尖的 反而那個星沒有東西 反而他旁邊的人有東西 但那次Jude Law很幸運 他的目標沒有來 變成他自己來 餐飯裡 之前我們會發一個名單給他 這個是誰、這個是誰 他對我全部背負 他全部記得 他見到Jude Law的何超然 他就說 我不是在多人電影節見過你嗎 看到黃文德 他說甚麼時候開直升機車 去遊香港 壞事… 即是完全… 這個真是抵抗他的 如果一撈亂就慘了 見到何超然 你真正式的 甚麼時候開直升機 之後… 黃文德 去澳門有空找你賭場那邊 所以就是好東西 我分得了很多,但可以馬上是負分 有甚麼奇怪要求 我曾經看過一些片段 她說外國有著名的女歌手 她上台時一定要坐著唱歌 然後還要指定是哪個牌子設計 搭檔 我慶幸,未遇過,但我也聽過 有些男明星都換成呈呈 換成呈呈,全部顏色 或者整張沙發走了 或者到那幅畫 不知那幅畫,我也聽過 當然,你這樣做的時候 下次別人會找你 那PRO最難的是甚麼 最控制不了就是天氣 也算是公關第一大危機 危機得來又不是危機得來 你也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當然,第一,我們凡做事 都要賣重保險 一定要做好計劃 如果今天真的不行,那怎麼辦 你會退去哪天做 你覺得我們三個 誰最有潛質做公關 你也可以繞個圈 說全部都在考慮 對,所以選不到 不要今天遲些福利 我覺得很好 這樣就不行 我想問我們也看星座 是嗎 對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不看星座 你甚麼星座 我看金牛座 金牛座有甚麼特色 金牛座,喜歡吃東西 有藝術眼光 所以就很適合做 是人性的,例如人性的 例如最基本上… 例如我會欣賞一些名牌 這些都是做公關 我覺得最基本要的元素 我天平座… 也要再談,例如… 我再說吧 看來… 看來不對,你甚麼座 你甚麼座 雙子 雙子是否正確 雙子簡直不太適合做人 他簡直… 你甚麼座 我處女座 處女座 公關災難 公關危機… 不要管你,最近的 為甚麼 近的 因為近 你也不近嗎 我控制不了 我們說一下公關災難 現在娛樂圈很多 譬如有些大件事發生 你公認是… 譬如呢 譬如… 譬如Gathering Gathering… 我經常說 校長聲大燒得快 用緋聞可以很快地上來 但燒完後,你怎樣延伸 是否遇到這些危機 通常都是不要做事 讓他慢慢丟臉 其實這不是一個危機 而是一個機會 對他們來說 但如果擺明是負面 例如吃甚麼食物 那些甚麼食物 我覺得… 錯就要承認,打要站定 公關的另一招 危機處理 其實也要自嘲 自己拿起份 其實也不只是公關做人 正如我跟陳偉廷一樣 其實她說那一刻也是高 她自己也發展了一條微博 而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她說大家都聊得那麼開心 為何我自己不笑為一份 最後想來… 因為阿Boo不是開玩笑 她想走演藝這條路 你給她一個建議 她為何走得很順暢一點 因為我看她有很多阻滯 做人或做公關或演藝 其實你看到永遠都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唱歌要懂得唱歌 演藝要懂得演藝 你想唱歌、演藝或演藝 其實你應該去鑽研或深奏 你做這一範 其實只要出頭天 你現在想做呢 那我先去TVB訓練 你不想看 我先去TVB訓練 我先去TVB訓練 我先去TVB訓練